我身后就是中国西北第一栋万象洞旅游景区 这是景区的大门口 旁边有路标的 我是坐12路公交车过来的 这里距离文县的九寨沟也很近了 下不计划就准备去九寨沟 正好没车过马路 这是万象洞旅游景区的游客接待中心 万象洞的位置就在隆南市五都区 王镇阳旁村的半山腰 距离市区是十公里 距今已经有上一年的历史了 中间还有旅游的大巴车 进来了看到万象洞的牌子 这是五都的一个剧场 三层的 左边是五都的特产 隆南风味 右边还有餐厅 这是旅游的导览图 以及售票中心 就是从这儿自住购票的 这是自住购票机 成人票100含观光车 我只能买这个 同意 票买完了 一共是100含往返的观光车20 从这儿乘坐观光车 龙南旅游的黄色大巴车 这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有一种包场的感觉 我乘坐的大巴车 从客服游客中心出发了 全程差不多10分钟就到了 正在过桥 大巴车到站 准备下车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万象洞的洞口了 这边还有万象富 上面是一个观景台子 站上去给大家拍一拍 上来了 这就是观光车的后车处 我乘坐的黄色大巴车 20块钱 包来回 上山是10分钟 在山顶啊 给大家拍一拍 龙南市区的城区建设 这里的海拔在1150米 高出下面的白龙江 190米 距离世界文化遗产 九寨沟228公里 距离兰州455公里 距离重庆550公里 距离成都420公里 这里距离 龙南的这个五都汽车站 就是我一开始坐车的地方 是11.5公里啊 距离火车站 有6.2公里 现在转个身 旁边是服务室 看到中间 万象洞 上来之后 这里就是万象洞的洞口 作为国家4A级别的旅游景区 这里是华夏第一洞 中国北方第一洞 以及地下文化长廊 和地下艺术店 这是万象洞的石碑 是分新洞和旧洞的 石碑后面有标注 先带大家参观旧洞 从外面看这个洞不大 其实里面啊 别有洞天 我现在进入到洞里了 大家看一下 哇 这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发出了蓝色的光 没想到这个洞这么的大 仿佛来到了天宫啊 刚才外面的气温是28度 进来之后瞬间冷了一半 这里四季恒温啊 全年是14度左右 根据历史的记载 这里 有2.5亿至3亿年的历史了 也是西北 规模最大 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个洞 非常的壮观 看下面 看下面 似乎来到了龙脉的所在地啊 按照箭头的提示 这才是探洞的入口 而且这边的台阶是旋转的 这可是西北 一百奇景的景观之一了 这个洞啊 目前已开发了 4500米啊 面积达到了 36万平方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仲佛书石 对面就像是冰柱一样 我现在正走在冰窖里面 全程啊 一般在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就可以转完了 这里星罗密布 不仅有龙宫 月宫 天宫三大景 还有其他的九个景点 都是世所罕见 这里真的是太凉快了 确实是一个避暑圣地啊 哇 就是光线有点暗 我需要打开手电筒照着 而且还能听到滴水声 声音特别清脆 站到上去 之后就是小洞了 最窄的洞 只能通过一个人 看 通道入口 我走过来之后 灯就立刻亮了 这些造型奇特的仲佛书石 确确实实很像是 一座座塔 而且上面都有滴水 就像结了冰一样 在塔身上 还有很多的洞 这上面有标注 是福星塔 这还有一座 单独的塔 塔顶特别的尖 下面铺的都是 大石块 看看有没有关于 这座塔的介绍 牌子在这 这是陆星塔 刚才是寿星 大家看一下 切换广角 就像是晴天柱一样 连接着洞笛与洞顶 晴天柱旁边自然是 炼丹炉 痛红痛红的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有好多的 玲珑宝塔呀 似乎来到了 宝塔群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真的是太大了 来到这个洞里 手机确实是 一点信号都没有啊 这也是目前我来过的 最大的洞穴了 这处天人景观 叫做 黄山晚霞 这上面的石头和下面的石头啊 中间形成了一道小缝 如同 天地衔接 所以把这叫做 天地交太 这块石柱 被称之为 雷锋塔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 在塔底 还有很多的景点呢 看这块石头 旋锤倒挂 又发现了一座单独的塔 看到牌子写的是 定海神针 而且下面 如同小狮子一样 趴在这儿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定海神针 水的深度差不多 最深处有一米 双剑 齐风 如同两把宝剑 插在这里 还有上面的岩石 看一下 我已经走了这么深了 还有五月晴天 小心碰头啊 这个洞特别窄 一点五米钻过去 主警官通道 看到牌子了 旁边有垃圾桶 入口在这儿呢 但是 这儿还有一处别有洞天 先看一下这儿 这边太窄了 只能通过一个人 过来之后 哇 这边灯又亮了 一块巨大的屏幕啊 关于这个洞的介绍 还有 龙南的历史 这是地图 大家看一下 高山 流水 这后面没有路了 继续往 深处走 形成了 一线天的 峡谷 上面像一个手掌 大家觉得呢 这中间 有一口瘸眼 现在被玻璃罩住了 里面特别深啊 在石壁上 还有字 我尽量给大家拍一下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这是谁写的 接下来 等一下 这还有黑色的字 三月十六 差点看成了 三生三世了 越往里面走 洞口 就越窄 步道 就越湿滑 小心碰头 缓慢 爬行 大家看 这里只能通过一个人 哇 什么情况 我一过来 就给我放石面埋伏曲子 大家看 灯点亮了 我不知道里面 还有多深 但是我知道 这个洞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 即使有座椅 可以休息啊 我也不坐了 因为这里太潮 万万没想到啊 都走了半个小时了 这个洞怎么还这么大 这边发出了光啊 快上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 我现在 像是来到了五指山 这好像一个小人 站在这儿 这块发光的石头 犹如一口金钟 照在这里 这应该是 王母金钟 看一下 在石壁上 还贴了纸啊 这就是洞的最深处了 旁边的岩石 写着 金师营门 瑶池宝塔 还有一块 围杖 被围了起来 透过围杖之后 可以看到后面的岩石啊 特别的壮观 大家看一下 这口金钟 发出了 金黄色 和红色的光 我原本以为 来到金钟罩这里 老洞就探完了 前面还有一段路呢 这是声控的灯光啊 说话声音大点 这边就亮灯了 这里 就是 天梯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走过来之后 没亮灯 这边写着 仅止攀爬 后果自负啊 我只能 再往前走一小段 就不走了 这就是 天梯动的最深处了 再往里面啊 就没路了 我只能 原路返回 这个蓝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 看不太清楚啊 从最为险峻的 天梯路段上下来了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次 都是我一个人进洞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这里啊 到这里啊 华夏 西北 第一洞的 万象洞 老洞景区 就带大家转完了 准备下个视频啊 给大家拍一拍 心动 好 好 谢谢大家